压缩档案 那我们的电脑如果有安装这个Windows RAR的程式 才可以进行档案的压缩 那我现在来做示范 譬如说我这边图片资料 这边呢,来看一下这个 我第一次累计这边有个影像范例档 来,点着它按右键的内容 这里有呢,有454个档案 8个资料夹 哦,这下载很久呢 我如果按滑鼠右键 就可以把它加到压缩档 加到压缩档在这里 那点起来呢,压缩档建议压VIP的 VIP是每一台电脑都可以打开来 好,按确定 这时候它很忙 就把这整个资料夹 这是进度压成一个档案 压成一个档案有个好处 传输比较快,比较不会lost掉 哦,那这档案就压缩完成了 好,那这个是压缩档 那这是我们资料夹